来了来了,情怀又来了 要说完情怀这一块,还得是咱丰田老哥 在今年东京的汽车沙龙上 丰田带来了GDM心中的神车 两款A186的概念车 分别为纯电版A186B1V和轻动力A186H2 说是概念车 但这外观看上去除了车身上的部分拉法外 和当年的A186几乎没有区别 熟悉A186的朋友都知道 A186实际是一个底盘编码 A代表的是车型搭载丰田4A系列发动机 A代表的就是卡罗拉 A代表的是第五代180系列 最后的6代表的是车型版本 所以A186实际就是1983年的第五代卡罗拉 当年的车型有两款 分别为卡罗拉雷稳和Sprint Torino 两款车型最大的区别就是看车座的跳灯 回到这次东京汽车沙龙展上 纯电版A186BEV是基于卡罗拉雷稳车身风格打造 电机使用的是混动坦图的 电池组与普瑞斯是同款 离谱的是 纯电车还给你配了一个五速手动的 可能这就叫经典吧 在我看来或许他想体验这种感觉 轻能源A186H2则是基于Sprint Torino车身打造 拥有标志性的跳灯 值得一提的是 它保留了当年代号4AGEU1.6升四缸引擎 只不过对喷油嘴 燃油管和火化塞经过了特殊改进 从而能满足氢燃料的使用规格 虽然这两款车目前还是干年阶段 但丰田张南表示 将会考虑将这两款车 以新的动力重新投入生产 所以说如果倒是手动挡纯电板A186来了 你们冲不冲呢